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关于六四的系列节目 我们今天呢是第二个系列 这个第二个系列呢 我给他定的题目就是 六四只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吗? 全国各地无数人头落地 为什么很少有人提起?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外地和所有的海外纪念活动 都很少有人知道北京之外 除了北京之外 也发生了很大规模的八九学运 而北京之外的几千万参与这次八九学运运动的很多人 他们都蒙受了很大的苦难 有的人是被关进大牢 最终付出了青春的代价 有的人被共产党送上了刑场 他们的脑袋当场落地 也就是大量的全国几百几千万人都席卷在这个八九六四运动中 人们纪念的永远都是北京 永远知道的都是北京 为什么包括海外媒体在内的都是只报道北京 全国各地都会被忽略呢? 那么要说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是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呢 是中共刻意的封锁和打压 因为六四呢 本身就是很大的禁忌 中共呢 自从六四发生以后 在任何地方呢 都是封闭六四的 北京是绝对不准提六四的 那外地就更别想了 谁也不能随随便便谈六四这个话题 而中共对国内进行封锁的时候呢 全球能够了解到六四里面 所有的新闻时销的内容呢 几乎百分之百都是来自北京的 因为当时六四发生呢 从胡耀邦4月15号去世 到6月4号邓小平开枪屠杀 这个里面经过了五六十天 屠杀后 北京市民仍然是抗争的 全国各地的抗争就更大 但是呢 大量的外媒记者呢 几乎都是集中在北京 报道的都是北京的学运和北京的反抗运动 而外地呢 几乎很少有海外记者能够注意到 那么国内的记者即使是采写了很多新闻 也登不上去啊 因此整个学潮的报道 从最初的胡耀邦去世北京的学运开始 到最终六四被镇压 以及六四镇压后 很多北京市民 北京学生的反抗运动都被外媒呢 记录下来 然后呢 在国外呢 广为流传 因此 在整个海外几乎所有的媒体报道 都是认为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六四运动 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邓小斌残酷血腥 屠杀了北京广大的学生 那么整个这个报道呢 除了海外这么报道之外 中共对外的宣传呢 基本上就是外媒知道多少 他们就谈多少 他们就解释多少 因为北京发生了屠杀 显然全世界的人他的关注点都会在北京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导致了外媒报道在北京 中共的对外宣传也在北京 而北京又在当年的六月份 率先公布了参与整个六四运动的21个学生的领袖的名单 那么一下子外媒所有的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北京 集中在这21个被中共宣布要抓捕的学生通缉名单之上 这样的话几乎就很少去报道外地 实际上外地跟北京的镇压都是同步的 无非就是外地没有开枪 没有像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用坦克之和机关枪 用正规军去进行屠杀和镇压 但是北京之外的各大省会层市 所谓有参与学营的领导人被抓捕的 被判刑的 甚至很多学生以及参与这场六四运动的普通市民 他们都被共产党以各种罪名 劳教的判刑的 还有呢 那些毒火车的 他们就以破坏交通罪 有的都给他们枪毙掉了 这个在上海 在武汉 在成都 在广州 这种现象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呢 没有人报道 首先是中共它刻意隐瞒 第二个 外媒的这些记者 他们了解的大部分是北京的报道 还很难有精力关注到外地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了嘛 由于中共的刻意隐瞒 而其他城市里面涌现的各个英雄人物 有很多那些具体非常可歌可期的事例 是没有人知道的 因为外地它跟北京一样 从4月15号以后 北京率先发起纪念胡耀邦的大规模的学生请愿抗议活动以后 几乎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 只要有高校集中的城市是全部加入的 而且跟北京是同步的 就是北京如果不上课 外地也是不上课的 北京广场上有聚会 每一个省会城市 在他们当地的主要广场也都有大规模的学生聚会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外地学生除了有一部分不断的涌入北京之外 那么坚守当地的学生 尤其是学生领导人 跟北京一直是有密切联系的 我们南京跟其他城市一样 也就是在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请愿抗议活动以后 南京也是开展了跟北京一样如火如荼的民族请愿运动 那么以南京大学为主 全南京是基本上几十所高校全部参与的 因为南京的高校数量很多啊 我过去跟大家介绍过 南京因为是民国孤独 大量的原来民国领导时期的中央级的院校都分布在南京 虽然中共建国以后 牵走了很多院校 还有一些院校把它拆分成很多小的学院 那么南京的这个高校的数量 在全国排第三 北京排第一 上海排第二 南京是排在全国第三 所以我们的这个学生相当多 高校的这些民主学生的这个基础相当的好 因为1986年在安徽科技大学由方一致领导以后 发生了这个八六学潮 而八六学潮第一个响应的就是南京 因此南京很多高校都有过八六学潮的经验 当八九学潮开展的时候 那马上就轰轰烈烈的就侧营北京 深渊北京 马上就在全南京市就行起了一个跟北京一样的六四抗议活动 那么这个活动中有很多具体事例啊 你比方说 我们南京就发生过堵火车 北京倒未必有堵火车 但是南京有的 就是把整个火车干到火车轨道上面 全部坐满了学生 就是不让这些火车继续开了 目的就是什么 这个火车大家只允许往北京开 大家要深渊北京 当时呢 就是各地都要拦截学生 不让学生随随便便去深渊北京嘛 所以读火车主要是这个原因 那么还有的就是大规模的包围省政府 包围省市政府的目的是 为了把省长啊 省委书记啊 市长 市委书记啊 要请他们出来跟学生对话 也就是请求领导跟我们对话 那么你们不答应对话 学生们就包围了省市政府 这在我们南京也都有发生 那么其次还有就是到省公安专科学校 要求省公安专科学校的这些公安大学生们 你们一起跟我们走上街头 一起去抗议这个无耻的政府 这在我们南京都发生 那么各地呢 情况都不一样 各地的行动呢 它的内容也不一样 我呢 就不在这里占用大家时间 一一去介绍 网上呢 有一些内容 我们南京的各种这个抗议行动呢 非常的具体 也非常的宏大 我本人在我过去的这个自媒体节目里面 有多集做过介绍 那么我本人在去年也出版了这么一本书 叫《岁月有恒》 那么这本《岁月有恒》这本书是详细地记录了 从胡耀邦4月15号 他去世那天起 南京发起了这个六四运动 跟北京一模一样 完全是同步展开的六四运动 一直到6月4号邓小平屠杀 然后南京的运动是怎么被共产党 用它自己强大的政权所镇压的 所有详细的过程 我这本书里面都有 包括我们南京所有参加六四运动里面的 所有有名有姓的英雄人物 所有高志连的常委 所有参加北上长征的几位总指挥和各部的部长 他们本人的姓名 本人的具体情况 都在这本书里面有所展示 所以我今天就被这个节目里面浪费大家的时间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购买这本书 或者是回看我以前的自媒体节目 那么也就是像我建民这样 在全国各地都有的这个当时率领着自己本地区大学生 响应北京的学潮运动 在本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六四抗议和六四争取民主运动的事 在各地都有发生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吗 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 也就是各地的学运领导人也好 当地抗争的市民也好 最终在六四结束以后 中共它是秋后转账 很多人被判刑判得很重 包括枪毙的都不止一个两个 而至今这些当年六四抗争的英雄也好 那些被共产党随意安个罪名 然后就屠杀掉的 很多那些无辜的为这场运动献住生命的那些北京市民也好 南京市民也好 其他各地的市民也好 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是不为人所知的 那么人家很多都很奇怪啊 怎么外地的人会判刑判得很重 还会有什么枪毙的呢 这一点呢 我就要跟大家说得很明确了 因为六四之后开始秋后算账 秋后算账的当时是因为江泽民已经接任了赵紫阳的中央总书记的职位 那么江泽民对全国各地各大省市自治区 对你们的考验就是看你们是否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嘛 所谓跟党中央保持一致 就是坚决支持邓小平和江泽民他们所坚持的屠杀路线 也就是你必须要跟屠夫们站在同一战线上 如果你不保持一致 那你就是跟赵紫阳保持一致 你跟赵紫阳保持一致 马上呢 中共就会来清算你 因为中共把你对当地学运是怎么看 是否跟中央保持一致 是否能够坚决响应中央关于惩办六四反革命集团 对六四反革命暴乱分子进行严厉的镇压 看你这个力度才能证明你是否向党中央靠拢 是否跟党中央保持一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各地的省委书记省长都争相讨好江泽民 都讨好邓小平 都需要表态就是我们坚决支持党中央 我们跟党中央保啊 中国人历来都是这样嘛 如果你当省委书记 你当时的选择也会跟着江泽民跑 执行邓小平的路线嘛 哪怕当时在学运的时候 你是非常支持学生的 非常同情和理解广大学生 你是具有民主情怀的领导人 到这个时候风向就变了 脸就变了 因此各地的领导人 他们把当地领导参与当时六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对他们的判刑的轻重 变成了那么像中央献出的投名状 因此无论是我们江苏南京也好 还是浙江杭州也好 广东广州也好 四川成都也好 湖北武汉也好 几乎所有全国高校集中的各大城市 所有的学生主要领导人都被判得很重 当地的一些非学生的市民 如果是涉及到按照他们讲的打砸抢行为的 那很多人都给他们送上了断头台 就枪毙的人都很多嘛 而这些信息基本上被当地政府就完全隐瞒掉了 这个信息根本就没办法泄露出去 一是外媒记者不知道 也没有外媒记者去采访过外地的各个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也就是外媒记者 他很难有这个渠道 有这个信息 能了解到全国各地所有的学生领袖被判刑的情况 而中共无论是高层 还是中共北京之外的各个省市自治区 他们把对学生的处理 对整个镇压六四运动秋后算账的事 他们都是把它隐瞒 也就是不为外人所知 很多审判都是秘密审判的 根本就不让你知道这个人是如何秋后算账的 他们目的就是把六四所有的屠杀行为呢 他们要把它完全的隐瞒掉 让老百姓不知道 这是指中共官方 而中共官方在隐瞒 而外媒又不知道 那么各地的这些学生领袖 他们在1989年之后 一直延续到90年91年 分别有很多人被判刑 劳教 甚至有的当地的市民被判处死刑 这种情况一直在发生 而这些信息是完全隐瞒掉 即使是他们镇压了 他们也不会告诉你跟六四有什么关 比方说我吴建民 他们给我定罪 定的是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 他并没有给你定是六四反革命动乱罪 也就是他不跟你六四扯 他目的就是不让外媒知道嘛 那么反革命集团作为共产党 他自建党以来 他承办了多少反革命集团啊 江青是反革命集团 林彪是反革命集团 我建民也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我们都是主犯嘛 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跟林彪和江青享受的是一个待遇嘛 因此党国就是这么处理的 那么在国内就封锁掉 也就是党媒封锁 海外记者不知道 那么各地被判刑的这些领导人被关在牢房里面 他们最大的盼望和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你比方说我建民被判了十年薪以后送到监狱里面 我当时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 我是希望外媒能够报道嘛 能够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嘛 能够通过国际媒体的关注给中共高层施压 我自己能够改善我在监狱里面羁押的环境甚至有可能能被提前释放嘛 我肯定是这个心愿嘛 结果没两年克林顿上台了 克林顿上台以后 马上就决定把中国的人权跟贸易脱钩 那么这个跟贸易脱钩以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让美国关注到中国的人权 我们这些被判了刑的 尤其是外地的 不为国际媒体所知道的这些学生领袖 你就死在牢房里面嘛 判十年你就做十年 判二十年你就做二十年嘛 所以说 我们当时是非常非常绝望的 这是指当时国内的环境 那么中共可以隐瞒 外媒不知道 我们也没办法去责怪人家海外国际媒体 为什么不关注我们 因为人家没有心绪渠道 但是流亡海外的北京的这些学生领袖 一大批流亡海外的学者 包括通过香港黄雀行动的 营救出来的中国大陆的学生 那就不光是北京的 外地的都有很多很多啊 那么这些人也都马上参加了每年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 也完全可以把所有他们自己所在的城市 所在的省 所发生的所有六四运动 应当是通过国际媒体把它报道出来啊 但是为什么没有 你们去看一看 这三十四年下来 为什么外地学生他们在国外也没有发生的机会 也没有给他们有舞台 让他们去展露他们自己所在的城市 他们所发生的六四运动 原因就是什么 原因就是这个话语权 这个话筒掌握在北京学生手上 掌握在北京的学者手上 掌握在北京以北京为首的这些学生领袖手上 他们是完全排斥外地 根本不会给外地人有一点点话语权 也没有哪一个外地的学生领导人可以在海外的这个纪念六四的这个主要活动中 他们可以在这个讲台上跟北京那些学生领袖一样都拿着话筒 能够向大家去报告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让大家关注到我们这个省 关注到我们这个城市 这种现象是凤毛麟角 我不能讲一个没有 但是至少我建民到海外那么多年 我几乎没有看到 也就是在历年的六四纪念活动的主场 六四活动最重要的场合 几乎都是北京的那些学生领袖 他们可以出尽风头 他们完全是以他们为主角 在上演这个纪念活动的戏 纪念来纪念去 只纪念的是北京田安门广场的事 至于外地的学生根本就没有话语权 也不会宣传你们外地有任何跟八九有关的这个运动 我建民因为做了自媒体 也因为我写了这本书《岁月有恒》 那么海外知道我的人是通过我的自媒体和我的书知道我的 如果我不是做自媒体 我也没有写过这本书 那几乎没有几个人会知道我 尽管在海外我也会参加一些活动 但是所有这些海外纪念六四活动以北京学生领袖为主的那个团队 当他们为主角来召开的各种纪念活动纪念大会上面 我也是受到过邀请 但是我去 我只是去给他们当观众的 去鼓掌的 去给他们叫好的 他们没有一次安排我能够上台发言 我能够去介绍我自己所在的城市 我所在的那个省份 当时的六四轰轰烈烈的八九行动 没有人给我这个机会 也就是我建民已经算是一个自媒体的大V了 算是有影响力的人物 我都没有这个机会 更何况那些其他的外地省份的那些学营领袖 他们到海外来 你看过他们有几个领导人 能够在北京 以北京学生学者 以他们为主的这个圈子里面 能给外地的学营领袖 能留一些话语权的 所以说呢 中国人最喜欢圈子 不要说是共产党式圈子 国内什么资本家式圈子 民运也是圈子 民运也是江国 六四也是一个圈子 三十四年过去了 你去看一看这些所有北京的这些学营领袖 那些手持话动 那些有话语权的 那些在海外所有纪念六四活动中 呼风唤雨的这些人物 有几个人给外地的学生领袖留过一席之地 有几个人去把外地的所有抗争的行动做过一些宣传 做过一些推广的 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2019年是我们六四运动发生的三十周年 这个时候是一个整年 也就是大型的纪念活动 而2019年呢 香港还没有发生反送中运动 也就是那时候的香港呢 还可以有大量的民主人士 再搞六四纪念活动 那么那一年呢 是香港最知名的 也是一直纪念六四活动 在香港影响力最大的支联会 是支联会跟台湾的台湾民主书院 他们一起呢联合举办在台北搞的 这个大型的纪念六四的活动 那么这个活动的规模很高 邀请全球的参与六四的知名领导人和很多知名的六四领袖 几乎在海外的被中共通缉的21个六四学生领袖 只要在海外能请到的 他们全请到了 以及呢 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 在海外媒体上有一定影响的 那我接名显然是因为我在2017年就开始做自媒体了 而且自媒体做的比较成功 在整个海外民营圈里面 在学生领袖里面 我呢 是响当当的大V 因此呢 香港支联会和台湾民主书院就给我发出了邀请函 希望我能够赶到台北参加这次重大的纪念活动 大家一起呢 共襄盛举 而且有很多历史问题呢 支联会的领导呢 想跟我好好聊一聊 因为我这个案子实际上是跟香港有很多很多关联的 包括香港来人 几次给我们送过钱 几次跟我见过面 那么最终我本人被抓以后 我从来没有出卖过香港跟我见面的这几个人 所以这几个人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他们是否是支联会派出来的 他们本人现在在哪里 我有没有机会跟这些人能够再次见面 这一直是我一个疑问啊 所以说支联会当时时任的副主席叫蔡耀昌 蔡耀昌就跟我约定好了 大家一起在台北见面 我们共同的座谈研讨 能够解决很多历史遗留的问题 那么他们发过来的邀请函上面确定的时间是在5月18号和5月19号 大家都知道 一直到六四的话 这里面有个大半个月的时间呢 那这半个月时间你们干什么呢 你两个会议开完以后后面干什么呢 那么紧接着就是邀请单位就给我偷偷的透露了 就是呢 为什么要那么提前的就开这个活动 因为到六四还有十几天 为什么在六四前半个月就先召开了我们这个大型的纪念活动 中间留这个空档期干什么呢 是因为时任的总统蔡英文 那么蔡总统她的这个幕僚团队 就是她的这个顾问委员会啊 一直在研判 反复思考 蔡总统是否应当激荐一下六四的领袖团队 因为大家都知道 2019年到2020年台湾再次大选呢 还剩半年时间 蔡英文一直在准备到2020年大选能够连任 那时候她跟韩国瑜两人正在共同竞争 2020年大选的总统之位 那么蔡英文是肯定想连任的 如果是连任要不要打民主派 要不要激荐一下中国六四的领袖团队 因为这完全能够给蔡英文她支持民主 支持中国大陆六四能够加很多分的 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加分项 如果激荐了毫无疑问来讲是一个加分项 但是激荐也有很大很大的压力啊 也就是如果是公开支持 以及激荐所有流亡海外的六四领袖团队 那就怕惹怒中共啊 而中共如果恼羞成怒很可能给台湾有极大的施压 也就是有可能无极必反的 所以说呢 蔡总统的这个幕僚团队呢 在反复评估 能不能让蔡英文在这个阶段呢 接见一下所有的这个已经到台北来开会 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六四领袖团队 那么当时呢 邀请我的这个主办单位呢 就跟我这么说 就说你也别声张 你呢 开完会以后就静静地在台北等待 也就是如果蔡总统接见 那毫无疑问来讲 作为六四领袖团队 你们都可以跟蔡总统有当面接见 当面交谈的机会的 所以说呢 我当时呢 就很高兴 因为我那时候到海外时间不长 而且我是积极地支持蔡总统能够连任 更对蔡总统如果能够接见流亡海外的所有六四领袖团队的话 我会感觉到一个巨大的鼓舞 因为这显然就是台湾在支持我们 所谓有为民主抗争的六四领袖团队嘛 所以我很高兴啊 但是到了5月23号 蔡总统真的决定要接见 所有到台北来参加会议里面的六四领袖团队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名单上 没有你吴建民 你没资格去啊 我当时就傻了 我为什么就没资格去呢 这个名单是谁搞的呢 是台湾华人民主书院还是香港支联会 他们搞了这个名单呢 显然不是嘛 他们知道谁是谁啊 这是流亡海外的 把持着整个六四这个圈子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大佬们 他们策划了这个名单 把这个名单报上去 那这个名单也就是在他们圈子里的人 管你是不是学生领袖 把你名单报上去 那蔡总统就会接见 因为蔡总统根本就搞不清楚 你们究竟是哪个是什么领袖 哪个不是什么领袖 如果不在这个圈子里面 即使你是响当当的学生领袖 你也没资格受到蔡总统的接见 不管你在台北待了多少天 等到蔡总统接见了六四流亡海外的领袖团队照片出来以后 我吓了一大跳啊 因为青色的是北京的学生和学者 那么除了北京学生的学者之外 还有两个根本跟六四一点边都站不上的 一个是滕彪 滕彪在1989年六四时候 他还只是一个初中生 跟六四有什么关系呢 他怎么能成为六四领袖团队之一呢 另外一个叫李小明 李小明本人是8964邓小平镇压学生时候 他本人是戒严部队的军官 尽管他自己解释他根本没有参加镇压 他手上也绝对没有鲜血 他只是到了海外以后跟党国叛递 那么这种行为我们当然是赞颂的 但是只是他不能够算是六四领袖团队啊 他一个共军当时时任的戒严部队的军官 怎么成了蔡总统能够接见的六四领袖团队人之一呢 而真正应当算是海外流亡的六四领袖团队的 我建民肯定是当仁不让的 只不过我不是北京的 那你排斥外地的 北京当地的才可以去 那封童德是不是北京的呢 封童德为什么在那一天接见的时候 就忽略了他就排斥了他 不把封童德的名单也列上来 也就是蔡英文总统接见的流亡海外的六四领袖团队的 我吴建民不算 封童德也不算 至于戒严部队的那个军官可以算 滕彪当时这个初中算也可以算 也就是对这件事你看完以后 你基本就明白了 这个圈子 他们只是划定这个圈子 这个圈子里面属于他们的人 他们就有机会有这种话语圈 不属于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即使是封重的是当时六四二十一个学生领袖通缉人之一 是北高烈里面最主要的负责人之一 他们也是排斥的 那么这个名单是谁搞的 蔡英文显然他并不知道谁是谁 蔡英文根本就不清楚 他那天接见你们的那么多人 谁是哪一个学生领袖 谁不是学生领袖 谁是学者 谁是专家 蔡英文是显然不知道的 至于你们名单报上来 然后总统府安排好以后 蔡英文肯定都把你们当作六四流亡学生领袖来接见了吧 至于被接见的人是不是六四领袖 那蔡英文是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精力去弄明白的 无所谓是不是六四领袖团队 只要是海外反抗中共 只要是知名异议人士 那么蔡总统他完全可以接见 只是呢 连藤彪都算是六四领袖团队之一 李小明都算是六四领袖团队之一 风从德不算 我吴建民就更不算 因此你通过这件事 你就完全可以看出 为什么六四除了北京之外 没有任何全国性学潮发生的任何一个省会城市其他省份的领导人 他们能够在海外被人们所熟知 所了解的 哪怕他们在六四之后 在国内他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那么了解他们的人也非常少 无论是哪一个城市 实际上都有当地的主要的学运领导人 那么有的人是因为后来多次坐牢以后 然后流亡海外 可以在海外发声 可以在海外有一席话语之地 但是在大型的 纪念六四的每年的这个主要活动的场所 那么肯定没有外地人说话的话语权的 30周年是这样 31周年 32周年是因为疫情 那么全球大家在六四都是网上纪念 就是没有出现面对面的大规模的聚会 那么去年是33周年 去年33周年也好 今年34周年也好 也就是海外尤其是以北京六四学生为主的举行的各种大型活动 你也可以看到全球各地都有 但是你看过有几个外地的学营领袖 他们能在这个上面有话语权 有发言权 能够推荐 推广自己本地的各种八九学生运动 当时的那段历史 并不是我本人有什么抱怨 而是历史不是某一个阵挡 某一个群体想掩盖就掩盖得了 想忽略就忽略得了的 也有人可能会讲我建民是小鸡赌场啦 作为一个外地学营的领导人 你去跟北京的大V去争名争利吗 你觉得我建民是要争名争利的吗 你觉得我建民是需要通过他们北京的学营领袖推荐我 我才有话语权的吗 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 我做自媒体也好 我出版我自己的这本书《岁月有恒》也好 我有足够的社会知名度 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 我一点也不比哪一个北京学营领袖 那些大V们 那些领袖们比他们的影响力差 我只是希望海外在纪念六四的时候 能为广大非北京的外地学营留下一些历史记录 希望被遗忘了34年的这些曾经奉献过青春 甚至奉献过生命的六四的那些无名英雄 它能被历史记录下来 这是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六四大家只知道在北京 只知道在天安门广场 只知道六四那些呼风唤雨的人物 就是那几个北京来的学生 而全国各地外地参与了整个八九六四运动 轰轰烈烈的投入 在共产党在六四之后的秋后算账里面 几乎全国各地领导六四运动的所有的学营领导人 每个人都被生判重刑至少比北京判的重的多 那么还有很多就是莫名其妙 被共产党乱安罪名就丢了脑袋的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我们不要去记住他们吗? 这些人难道不是六四的英雄吗? 好 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